大家好,我是醉 本堂比赛来自于唐僧和镇元大仙 这一对活宝组合 现在唐僧用红丸手法 对抗镇元大仙的镇元斋 难道唐僧有练新主力了吗 唐僧今天使用EX模式 其实镇元大仙的几个角色 之前也介绍过 都是比较难起手的角色 但是一旦抓到机会 那将是致命性的一套连招 现在镇元斋在拼命的寻找一个机会 镇元斋的机会就是吹酒 或者禁忌力踢上一脚 在角落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镇元斋在套招了 一直想骗红丸上当 但是唐僧这个EX模式 也不是闹着玩的 他空距离空的非常到位 闪电三连T CD接雷光圈 雷光圈以后还有气 这还能接上一次大发电者吗 接不上了 他也没有接了 也不用接了 直接D头接C头就完事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回合 镇元大仙的夏儿米 好 现在夏儿米直接爆气 爆气准备 寻找机会狠狠干一下子 高尚角色 大仙夏儿米也是高尚角色 正穿反穿 刚好把对手掏入到角落 那红丸失误了 红丸 红丸失误夏儿米也没有反应过来 今天夏儿米在寻找下一次机会 把红丸又来了一发闪电三连T 后撤前冲 转落腿 一脚踢飞闪电腿 空中一脚 接CD CD闪电梯 雷光圈 闪电梯双循环 这也是高端连技了 都要学超度 我们也见识到了夏儿米的爆发里 看唐僧下一个角色 唐僧的 半次量 半次量开场就是机器 升龙对空 夏儿米直接起身以后 也是爆气了 爆气转落腿 哇差点被套 被原地闪过去了 现在唐僧的技术 是一步一点一点在进步了 夏儿米吹一个能量 波好像也没有使用 飞翔脚砍刀手打空了 稳定性还差一点啊 天儿有刚才有两个点都失误了 CD两段接斩链拳 天地霸王拳 后面震源在 砍刀 爱真是爱真是 后面一滴血 干掉 接着看震源大仙下一个角色 震源大仙的布莱恩 第四个回合 我们来看布莱恩这一局够不够强力 布莱恩理论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角色 但是开场被板子两 哎呦距离太远 斩链拳没有接触 没有控好距离啊 立下过点 清脱两点 接一个转转转 铁头弓 摇摆 C 哇 这个三连撞刚好到角落 还可以再来一个D头 都可以 落地 减C头C头 接比啥 现在唐僧一滴血了 唐僧这一滴血呢 肯定是扛不住了 来看唐僧下一个角色了 唐僧的最后一个角色 猴子 EX模式的猴子是非常强的 现在猴子 先做防守 空中摇摆 走 哎 一下过点 一个反船 一下下过点 两爪一脑起飞 空中各击各击四连撞 布莱恩直接交出了想法 再寻找下一颗 空中飞碟 在屏幕外面接比啥 这也是布莱恩的精髓了 这招的速度是非常快啊 空中再来一发三连撞 再来一次 六连撞以后 还有血 哎呦 躲过大旋风 布莱恩 哎呀 布莱恩着急了 你向前冲什么冲啊 如果再向后拉一下 等猴子大招释放完 一个必杀就怼过去 就完事了 现在又给了猴子 可乘之机 但是布莱恩还是特别混了 猴子并没有什么 决定性的一个招式来制服 布莱恩 大招也怼空了 距离远了一点点 不得不说 这个布莱恩玩的啊 非常有灵性 也是别具一格了 很少有人把布莱恩做主力来用啊 现在红丸 手发 开场机器 其实红丸这个角色 全角比较厉害啊 只要控距离的话 红丸说第一 没有人敢说第二啊 没有角色啊 现在红丸开始了 转楼梯 把杰西的C头 接红丸头 其实唐僧烈这个红丸 就是为了对抗阵约大型 对 他比较擅长空距离 可是为什么 你这一次就不控距离 搞这么近 现在布莱恩抓了一手 空中必杀扔的角落 还该在下进角接 一个 地头 夺开 又来了 踢脚直接大招 再次接住 没了 带到机会一套死 你距离控的再好 你总有一次控不住 来看涛森下一个人 猴子 其实他们啊 都是这两位 都是玩冷门角色的 比较冷门一点吧 空中摇摆 哇 一只防守猴子 布莱恩能不能再来一次 空中摇摆 光神性还是极强的 哎哟 猴子跳cd 飞枪脚 亲手摸 牵牵两爪 一个脑 哎哟 还想再跑跑不掉 铁头 空空中 都可以 又飞了 今天震源斩 震源大仙真是放飞自我 看来 他准备把布莱恩练到第一主力了 震源斩要靠后 因为这个布莱恩有一个优点啊 他能凹 大雪风 大雪风 这个撞肯定撞不过去 但是你不撞的话 你也跑不掉了 剩一滴血 所以说震源大仙就怼了一下啊 增加一下观赏性 你看震源大仙的震源斩 先用酒壶怼一下子啊 空中抢空 下半攻击起手 空中醉酒化被提连环 吹酒 唐僧还剩一个板刺梁 唐僧啊 他也想把板刺梁练成最强主力 因为这个板刺梁招式变化多段啊 还有两个模式可以切换 有一点黑暗的细节在里面啊 现在板刺梁直接爆气了 挤满了一块气 布莱恩 这个震源斩啊 刚才距离不够 即便点到了一个下进角 他也无法起手 应该缺点现在就显现出来了 现在再吹酒 板刺梁一波打气都接cdcd 接哈利亚斯 斩了一拳把他吸住 后面天地霸奥犬来一拳 飞翔叫凯贼斯 贼斯 贼远斩一滴血争 赶掉 现在来看唐僧 能不能征服贼远大仙的顶级主力了 夏二米 其实他前两个角色 贼远斩和布莱恩的话 我觉得是为这个夏二米做铺垫 突然发现啊 贼远大仙比较喜欢这个夏二米 哎呦 飞翔脚接砍刀手 有时候都把 还是把他放到最后一位的气力比较高一点 哎呦 圣龙天地霸王拳 飞翔脚接一个砍刀手 爱真是 下迷你相过点 一不小心中招 飞翔脚砍刀手 板刺梁越战越勇 后车 圣龙 哎 哎 暗黑雷光拳板刺梁 左防守 清脚两点直接干掉 我们来看第三局 双方军拿一分 打的是难分胜负 赛局的话唐僧用红丸 他最后一手发 对抗阵远大仙的布莱恩 布莱恩开场就中了一脚 逆下过顶 布莱恩空中摇摆走 哎 红丸不断向前推进 前前跳地 和逆下过顶 前前推进 下盘清腿 接中角 一套操作打完 镇远大仙也着急了 直接怼了一个铁头弓啊 哇 前前跳地穿人 高端套路哟 这个前前跳地穿人 节奏是非常难掌握的 我就是玩EX模式的 对 练了许久 现在才可以打出来 一些 哇 布莱恩空中摇摆又来了 唐僧性命归 大招直接搬到角落 完全可以把唐僧给一套带走 这波比赛 我们可以感觉到 镇远大仙的技术 涨了太多了 对 这角色都稳定性极强了 现在看唐僧下一个角色 唐僧的EX模式 有点拿不住他了 唐僧的猴子 这波唐僧还是把板翅梁 放到最后一个位置 期待唐僧也有强反 打个几百连的操作 那就更爽了 到时候和灯神拼一拼 会不会很刺激呢 哎呀猴子 双方都是互相 缓个几百连 那就更爽了 哎呦 谁的接疯狂脚 刚谁的刚死 毕竟猴子这个EX模式 气 你不用也是没了 所以说能用就用 来看镇远大仙的镇远斋出马 诶镇远斋 先后拉后 后面跳起来 因为猴子他就优势就是速度快 这原在这一招为什么 这就送到猴子脸上去了 猴子隔击隔击四连撞 好像也没有抓 没有打到一个大招 这这原在又开始的醉酒 宝贝特连换吹酒 吹酒剑碧山 哎呦 无限连一套死了 无解 嘿无解 最后又一口大火 火烧猴子 今天来一把烤猴子 好的 看第四个回合 第四个回合 唐僧的 反翅良 反翅良开场机器 这原在开场就中了招了 哎 请教一点反川人 升龙 对空 现在这原在 能不能骗到一招 这一招 抓住了 这是好机会 先用大招轰一下子 那肯定对手直接交强反 这原在又把他给轰到了角落 这个这原在 对晕晕的还挺厉害 真的这原在啊 机会又抓住了 那这一次抓住 唐僧你再也跑不掉了 空军最久泡杯铁连环 最久泡杯铁连环 三连喷 大招 哇 失误了 失误也把他拿下了 反自然向前想破招 因为啊 这原在是一个超傻 想破招就非常难 只要你蹭到 就会被烧到了 这把唐僧终于使出了特瑞 使出特瑞 开场这个气势就不太一样 火药味十足 千千跳地穿人 青椒点 华铲都可以过拨 都可以过拨 强制过拨 还是强制过拨 你会留下破绽呢 唐僧一鼓作气 布莱恩终于被干掉 接着看唐僧 能不能征服正元大仙下一个 正元寨啊 第二个回合 这一波的话 他还是把下二米放到最后一个 这一次正元大仙 先做个防守 现在特瑞再次继续 下半攻击 正元大仙继续给他一个九攻击 一步一步啊 马上要掉入正元大仙的一个套路啊 因为特瑞是一直向后撤 诶 正元大仙如果喷火的话 刚才也是可以得手的 可是那样风险极高 他就没有那样喷呢 正元灾又在四季二冻啊 特瑞呢 前前滑闪随时梯 正元灾再绑住一手 特瑞继续清掉 点下半快速抢地头 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 你跑你跑不掉的 再投 好绝望的正元灾呀 现在正元灾 先做防守滑场 向前一个推进 反弹 吹酒 酒 空中飞机 在前接 空中醉酒 快被他连环 躺森一点血了 一枪过顶 再来一个推 他就没想到 就这么把他废了 速度确实有点快啊 别说正元灾不灵活啊 可能是咱们用的不灵活 看正元大仙 这波用的就非常可以啊 哦 一个能量产生 直接过 过去到身边 板边追究 旁边天天环 为什么没有接壁伤 没有衔接好 这一把 还在闪身 刚才 哎 搞晕 这是正元大仙 第二个机会 唐僧飞翔角 有点大意了 甚至连必杀都不用 就解决掉了 唐僧的板子梁 后面看唐僧的猴子 唐僧的猴子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哎呀猴子 先来个前前两爪 挠不到 搞晕了 哎 阴掉以后 自己用旋风 把他旋起来 直接保机 哎 正元再再次把他搞晕 搞晕之后 阴掉发别提连环又开始了 自己上必杀前接大火 空中c里弹跳 两次大火 火引了 弹跳次第提连环 哇 一跳三十三连 再踢一脚晕 阴掉以后一滴血 爆气大招 三比一完美 结束